回來了 上個星期都很懷念那個雞翼的感覺 還有一些盤子還沒還給Angelo 還給我的朋友 試過這件事之後我覺得很難忘的經驗 我還沒整隻吃了 那一晚已經感覺到五內翻騰 然後就在後門有一種被破開的感覺 那種感覺就是 中文有一個形容是什麼 火燒喉蘭 就是火燒燈 很切熱的火焰在那裡 我下個小時是前面 第一時間是火燒第一 這麼大劑 所以很感謝上個星期的嘉賓 帶來這麼特別的雞翼 魚頭很好吃 終於嘗試過最辣的辣椒做出來 終於見過 後來有另一位同事吃了 不是你們 另一位同事吃了 然後他就說 剛好回家的時候 就出事了 一定要去洗手間 但又剛好吃藥魚 真的失車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那也挺慘的 很驕傲 不過想知道這些辣雞翼真的很棒 但如果去挑戰的朋友 都要有心理準備 要先測試一下自己的筋 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你想 一張女士要不要印幾張生死契 我都應該要 或者吃前有個協議 對 這樣會比較好 如果你想弄股你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姐妹 你就去買一套 不過很多人問我在哪裏 然後我就說 我當然不告訴你 你自己去發掘一下 至少哪個城市 三文市 新石 新石 新石區 其他一間火鍋 其他東西我們就不說 不透露了 不透露了 這些就自己去發掘 如果不是就違反公司 網上的聽眾 很神通廣大 他們要找的話 他們一定有辦法找到 很厲害 找你已經 很多人看完我們的影片 都問在哪裏可以吃 所以多謝看了那段影片的朋友 我們的付出 特別是我的付出 沒有什麼 我後門的付出 是值的 馬路前門的付出 也是值的 好 即是我們繼續 可以為自己 因為健康有問題 然後想起 是雞 這次也是雞 雞 雞味的 全部都是雞 雞味的 即是自從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覺得我娘 她就說 這個臭小子 又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不用煮飯嗎 她說 要戴不戴金座 不戴啦 平常我們吃完飯 都要吃飯 然後她就說 不戴啦 然後我們要吃這個 芝加特士 而且今天我很餓 我特意沒有吃午餐 今天是即食麵 即食麵 即食麵 雞味即食麵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好 試一試這個 我們是一路向雞的系列 好氣喔 一路向雞 已經差不多到最後了 我想不到還有什麼 是有雞味 雞了很多 你不用要湯嗎 不用 我只可以拍 這是哪隻 這個是三毫三的 三毫三的一個 是這樣的 這個是烤雞味 真的像是雞的 三毫三雞的 包裝很脆 今天試過一堆 即食雞麵 雞味即食麵 即食麵 全部都是我未試過的品牌 我都很少吃即食麵 這幾年 錄東西的 你小心點 又來偷東西吃 第一個 來來來試一試 嗯 嗯 有一點烤雞味 如何形容 烤雞的味道 這個 我覺得就好像平時的 即食麵 就是在湯底 對 在湯底 在湯底 對 這種麵質 算是偏 硬一點 不是 有些厚 有些厚 我覺得有點粉 麵粉 我們平時的麵 有種是會有縮縮的聲 可以還有不是縮縮的聲 當然是外賣仔的 當然是熟縮的 小蠻絲公差 嗯 好 接著下一個 三毛三 哎呀呀 這個也是三毛三 三毛三 你想填飽的肚子 也可以的 即食麵 都是為了填飽的肚子 即是現在我們吃的一包包 對 那一包包最有名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小朋友那個 出門 外賣仔 對 外賣仔 外賣仔 外賣一份外賣 這個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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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烤熟 我們今天就不是用 製作過程是有些 比較粗略 粗細腩道 因為是丁的 即食麵都是粗粗的 所以我們再用這麼粗 才吃了真味 然後我們再用這麼粗粗的做法來做 粗上加粗 粗上加粗 這個是 未熟版的 未熟版 未熟版的 日冰 又是三抹三的 我經常吃到這種雞味 他們一定會加些西芹味 我已經是紙 麻煩 我很明顯 雞味一定要配西芹 對 是嗎 因為我是不吃西芹人 但是 這個 要加在一起 就當吃不到 所以都免得吃得到 帶點營養 營養 你說 嗯 要誠意 這叫誠意 一半是820的鹽 那就要乘意了 一半份量就是820 就是82110 拿到1640 日冰就是780乘2 這隻麵本身我吃過 但就不是吃過的雞味 其實我覺得這隻麵的麵 真的比第一隻好 但是雞味來說 可能是不是這種粗製的做法會好些 有人偷我最想吃的那個 哎呀 不過這品牌的雞麵 不要說是雞麵 在這隻品牌的所有出產的不同味道 即食麵 都是比較鹹 偏鹹 所以加什麼時候加少一點 加粉的時候加少一點 對 其實我最喜歡吃的即食麵的做法 我是除了吵那個外賣仔之外 我覺得我就是拿麵出來 很少拿湯料 即是不要拿湯料 拿這個 吃完了 最後一個來的 是 我會加少許湯料 甚至不加湯料 可能加少許麻油 自己去調校味道 即是用它的麵 但不用湯料去做即食麵 例如餐蛋麵 我都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這樣會好些 但當然你知道出前一 差點說出來 出前一 對 即是外賣仔 一份外賣 其實我覺得做了創妖包 做得最好就是那個 這個真的 這麼多年來都走不掉 所以 很久以前有一個品牌 就是公仔的那個 有公仔的麵 那個上面 香港多 但也是很棒的 可以叫兩個平分秋色 但國內有另一個 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這個麥師傅 聽說 應該是台灣過去吧 麥師傅好像是台灣過去 那時候是用筒麵為主 但它有些出什麼都蠻好吃的 接下來就是六毫九 開始升了 升了一半 差不多 一炸 一炸 就是一炸 今天我們全部吃雞 全部都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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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炸雞麵 好 因為我那時候 現在這幾年 就多了一種麵 是十分型 就是 如果除了雞之外 就是這個新拉麵 韓國那種 韓國那種 全部倒出來 不用我還有 韓國那種 有一盒子 辣的拉麵 這幾年來講 如果用來做麵質的話 就是只吃麵 不是用甜味包 我覺得每個都好吃 我通常用一半 所以這個 不過說真的 現在吃式式麵 就少吃很多 始終都是一個 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不是很健康 但是我個人來說 真的好吃 在我個人來說 是人生中 我覺得是最美味的食物之一 因為吃下去 好像沒有西芹味 這個很滑 六號九 六號九的麵質很多 我想說 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形容 是雞味 而且它的麵質是比較好 鹽份 最重要的部分 主要是近日本風味 一包 二千 很鹹 這個 鹹 可能是因為水加不夠 這個也是 但是 很多麵 但是一包 因為這個我吃過 這個我吃過 這個口感好很多 六號九 我覺得不錯 可以吃過的 所以如果水加多一點 是剛剛好的 這個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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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不應該放湯料 就是用麵來煮其他東西 哈哈 我心理上要健康一點 嗯 好了 Esa 你想說什麼 還有三樣 最後回來好像比較好 有一個我很期待 嗯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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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來自渣特斯的一路 嘗嘗 這個厲害 一路向雞 一路向雞的雞漬食麵 雞漬食麵 這個雞漬食麵 它本身顏色有點不同 剛剛吃過的 它比較深色一點 紅的 紅的 現在試吃的就是六號九 的麻糬 這個好像是拌麵的感覺 這個味道比較多 它的麵底一拆出來 上面已經有些少油 或者是粉 但我覺得這個麵質 應該是挺適合我胃口 這個麵看起來是有些少 爽 爽 絕福臉 嗯 果然是我喜歡的 嗯 嗯 我喜歡 有點辣辣 一點辣 嗯 但是呢 這個雞味就不太用 我吃不出雞味 基本上我想說 三號九到六號九 包包都是沒有雞味 哈哈 那些合成味 六號九三號九 你怎麼做雞粉 對 就是典型的雞 合成的雞香味 對 因為你講明顯 沒有可能雞 很貴 如果不是 為什麼 雞那麼貴 什麼 我真的 我也是喜歡這種麵質 我喜歡 脆了脆了脆了 脆了脆了 我包到假雞 不用想 不是 是不是 包到假雞 你先談 包到假雞 不要說我 這個有雞 這個有一點 這個有一點 三毛九 不可能有雞 嗯 嗯 你都知道雞多貴 因為 麵的口感就像 我不知道你們小時候 讀書有沒有小食部 有有有 有有 小食部有沒有即食麵賣 小學有 我們小學呢 一杯杯 我們不是吃杯麵的 我們是吃乾脆麵的 說了很多年 那時候是沒有即食麵吃的 那時候有即食麵 反而那時候 我小時候 還沒有太多杯麵 全部都是即食麵 哦是是 杯麵後來發展 對 小食部的工作人員 一會就丟好一碗 一碗一碗 甜麵粉都放進去 你叫的話 就直接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給我過去 你就站著等 等兩三碗 然後自己吃 挺好 剛剛那些麵質 本來不是特別漂亮的麵質 所以很快 剛剛三分鐘後 真的剛剛好 淋了就像剛才的口感 就是剛才那樣的 你找到清蔥炒的感覺 對 我很喜歡吃 接著來開始吃中國品牌 它是傳統用火煮的 鐵水大水煲 茶露蔥炸 嘩 真的 有感覺 接著來這個是中國品牌 整體麵也是很多 這裡有一半而已 整碗都是 怎麼分呢 對 不要緊 給我多吃一點 我吃一點 我吃一點 今天有一點麻煩 大家看到的 我們影片 就是少了一件事 少了筷子 因為吃麵 你不拿筷子 很理計 這是第一 第二是用筷子 夾起來 是 日本人說的 吃麵 吃麵 才是有禮貌 這是我最喜歡的 所以現在用叉 你肯定是比較差的 這是特事U牌子的 我還以為是中國牌子 是中國牌子 是中國牌子 上面有一些越南字 MIGAKOWV 你說清楚 不要說粗口 等一下 好理計 等一下 這是六毫狗 這個又是六毫狗 也不錯 這個雞也不錯 這個六毫狗 還是這個剛剛錄得差不多 這個口感又多 它有點花香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有點香 梅里 香草香葉的味道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鹹 沒有那麼鹹 這個很好的六毫狗 可以的 這是小青生的 這個六毫狗 是叫做六毫狗宗的文青 剛剛那個是六毫狗宗的那個 鹹 年份最低的這個 一千二十 對 還有另外那個 剛剛那個挺好吃的 就是靈靈喝起來 小時候那個 就是這個六毫狗當中的大叔 味道比較濃郁 但是感覺上有些層次 有些年華 這個品牌就叫做味狂 味狂 我一向都很喜歡欣賞它的麵質和味道 不差的 我很喜歡吃它的牛肉麵 好像很棒 沒錯 好 接下來就要到最刺激的六毫狗 這個等了很久 這個名字應該該死 叫辣雞麵 國語叫辣子麵 辣子麵 成字不上個星期的辣雞 這個不是拉麵 這個是乾半的 這個應該最容易做到 這是寬麵 這是寬麵 寬麵是另一回事 這個應該好吃 這個我很有信心 你多留一點給我 因為葉總剛剛偷吃完之後 是狂讚的 你多留一點給我 我告訴你 很多辣 因為我沒有吃過午餐 為了你這個節目 你知道嗎 我放棄吃午餐的權利 來陪你吃即食麵 你看 這種的 很偉大 你也知道 然後馬路說 我也是 我也是 可以你嗎 其實我有帶飯 我沒有那麼誇張 我只是吃少了下午 留個肚子 不過我看到這裡 一看來它的材料都足夠了 因為有很多辣椒碎在上面 有些蔥 這個應該是蠻好吃的 但這個裡面有三包 一包是乾菜和乾的辣椒 這個應該是貴的 要多幾 對 這麼多東西 這個世界上都是一分價錢一分貨 沒錯 還有雞粉 還有辣醬 有些芝麻 應該說這個世界上 很多就是十分價錢 吃到三分貨 何況是 你想想這件事 不一定是十分價錢 吃到十分貨 但基本上一分價錢 都是只有那幾 所以你說一分價錢 吃到一分貨 已經是很好的 重點就是雞 看看能不能吃出雞味 今天的重點就是雞 我想這麼辣 應該吃不到雞味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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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沒有雞味 又有辣味 但很好吃 好吃 有辣味但沒有雞味 這個口感很好 這個是 火鍋火鍋冷蠔 中國人的口感很好吃 這個口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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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雞味 沒有雞味 有麻辣味 我倒入雞粉出來 就聞到手指有些雞味 現在沒有 一定是被辣味 不用想 聞就聞到有雞味 突然說是沒有的 聞 聞 有些辣椒 看見有多少辣椒 我吃完 好 最後 好吃 試完了 想全部混在一起 有什麼感覺 沒有 因為我們的 太餓了 我們吃了這個口感 我肚餓 我沒有吃過東西 所以肚餓 先吃一吃 這個時候 大家 都是那句 我們都不介意大家吃這麼多 要吃麵 雖然我們吃了很多 今天 不過是OK的 千萬不要一天五蛋 我們又聽一首洗腦歌 請你吃麵